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下我5月和6月的爱用品 5月份没有做爱用品视频 因为5月份遇到喜欢的东西比较少 那么我就想在这个视频里面讲一下 我这两个月用到比较喜欢的一些产品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是Colourpop的两个眼影 一个是DGAF就是非常有名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Sequen这个色号 然后这两个颜色呢全是那种带闪的 然后非常的好看 它都是那种一个颜色就可以完成一整个眼影 在眼睛上面随便磨了一下 然后看起来你的眼睛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不是那种很用力的妆容 但是又星星点点就非常漂亮 这个月我用的比较多的眼影就是这两个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也想讲一下 是一个国产品牌叫橘朵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好多国产的东西好像很好用 所以我前段时间就淘宝转运了一单 这个颜色是G33 然后它来的时候呢碎了 所以我就把它重新压盘了 底色是这种橘棕色调 然后它上面的闪呢是偏光的 有点像那种金龟子的感觉 其实你擦了很普通很平凡的哑光的某个眼影 然后你把这个颜色叠加在上面 你整个眼皮就一下子就亮起来了 而且这个真的很便宜 你大概十几二十块钱一颗吧 我觉得国产的化妆品真的是越做越好 还有另一个国产的化妆品 我一会也会跟你们分享的 就是这个卡奇眉笔 应该很有名吧 不管小红书啊微博啊上面都非常非常的热 我买的色号呢是06 我今天的眉毛也是用这个颜色画的 06这个颜色呢画出来是比较偏灰棕一点的 还是比较适合黑发 它的笔心呢是属于比较偏硬一点点的 然后它这一头是这个旋转头的 还有一头呢是这个梳子 我觉得它完全可以替代benefit那个眉笔 而且价格应该只是benefit的几分之一吧 如果你有机会可以买这个卡奇眉笔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 接下来我想推荐一个定妆喷雾 是NYX NYX这个牌子的 我买的这一款呢是dewey finish 因为我是干皮嘛 如果你是油皮的话 你可以去试试看mat finish 就是哑光的那一款 听说那一款也非常的好用 用下来呢它真的定得非常的老 早上比如说八九点钟 我用完它定妆到晚上吃完晚饭 七八点钟回到家 它我脸上的妆还是非常好看 但是呢它的那个喷头喷出来的水 水雾不是特别细的那种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因为它真的很好用 我已经用回购了 这一瓶你看已经没有多少了 而且这一个价格也非常非常便宜 我发现我今天推荐都是超级便宜的东西 接下来呢有几支 我这两个日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口红 第一支是这个amani的黑管500号 它呢是一个橘红色调 然后里面带着细细的金闪的那种 好像就是网红色吧 大家好像说这个叫锦里色 感觉真的就是有一点像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口红最特别呢 就是你不管是什么妆 你都可以hold得住 我今天嘴巴上擦的也是这个颜色 如果你喜欢这种偏橘一点的元气的这种唇釉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而且它的持久度超级强的 它擦上之后你用卸妆湿巾把它擦掉之后 它那个持久度你可以看看真的还蛮夸张的 所以我觉得夏天用这一支很合适 第二支我想推荐的呢 又是一个评价的colourpop的 雾面哑光唇釉 它的色号呢叫做mama 然后它是一个很正的橘调 擦上之后呢是比较秋冬一点的那种南瓜色 但是呢我一般就是把它点一点点在我的嘴唇上 然后用手指拍开 即使你的皮肤很黄 你拍一点这个 你的整个皮肤也都会亮起来 我擦的比较多的是把它拍开之后 再叠加另一个我这个月很喜欢的唇釉 就这个fenty beauty的唇釉 它呢就是一种偏半透明偏粉的这种玻璃唇釉性质 然后里面也是带着细闪的 它呢有一个好处 它单擦就是给你一种单单的玻璃唇 但是它叠加任何这种雾面的唇釉 它都可以帮你变成一种夏天的感觉 像我刚刚上面说到的这支colourpop的橘色唇釉 如果叠加上这一支的话 真的就是那种夏日元气的唇子唇釉的感觉 然后我就两个月呢 如果又擦上什么比较哑光 比较单调的口红 我就会叠一个这个fenty beauty 整个嘴唇呢一下子看起来就会变得嘟嘟的 就是很水润的感觉 化妆品就讲完了 我接下来讲一下我这两个人用到比较喜欢的护肤品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杜克的B5 它呢就是一个无色无味的流动性很强的保湿精华 然后它的成分呢也非常的简单安全 我特别喜欢这个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 它真的就是老老实实做好它的本质工作 就是帮你补水 而且它呢是白天晚上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整我从六月开始用这个 就每天早上晚上都在用 它用完之后呢也不会有粘腻的感觉 它就是完完全全就被你的皮肤吸收进去了 然后整个皮肤就是感觉像喝饱了水一样 很多精华它可能会说 我又美白又抗老又保持什么 可能到最后你什么都感觉不出来 但这个就不一样了 你真的就是确确实实可以看 感觉得到你的毛孔 就是有被这个水分填满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就是很适合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皮肤很有这种补水的诉求 你可以入手一个这个 接下来呢我要说的还是一个杜克的产品 是这个中文好像叫做抗糖化面霜吧 它写的是有这种抗老的成分 我看了成分表 它是确实成分也非常的好 它有30%的波色因 波色因就是一个帮你皮肤 可以达到一个紧致效果的一个成分嘛 好像说这一款是平价的黑帮带 因为它的成分好像和黑帮带几乎一模一样 单价格只要一半 我没有用过黑帮带 这一款面霜用下来感觉真的非常的好 抗老的效果我还没有很快的可以看得到 但我感觉非常明显的是 一个是抗炎 然后一个是修复 这两点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好 你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膏体是比较偏厚重的那种 它用在脸上呢是一种淡哑光的质地 不会是那种非常油润的面霜 细味呢不是那种很香的 一点点小小的臭臭的感觉 有点那种 但我闻起来就感觉好像是科技的味道 我作为一个比较干的皮肤 我在这个春夏的时候使用感觉是很好的 秋冬的话可能有一点不足 它不是那种一夜回春 你用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 哇哦怎么变那么好的那种面霜 它呢是一种给我感觉 如果要用要来形容它的话 就是有一种润无细无声的感觉 因为我大概是用了两三个礼拜之后 有一天照镜子我突然觉得 我的整个皮肤好像都变得很稳 这个词好像有点奇怪 反正我相信你们能理解了 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形容词 就整个皮肤的屏障也变得很稳定 然后整个皮肤摸起来触感很扎实 所以说如果你在寻求一款对抗初老 然后可以帮助你修复皮肤屏障的一款面霜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款唇部护理 它是Dermalogica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呢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那个 多维面膜吧 然后这个呢也真的很好用 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人推荐过 它是写的叫Nightly Lip Treatment 也就是夜间唇部护理 它呢是这样子的一个金属的头 然后按这个旁边 它就可以挤出里面的乳白色的 这个唇部护理乳液 我觉得这样子就非常的卫生 每次里面的东西也不会遭到污染 但是你擦在嘴巴上呢 它就会变得透明 就是那种玻璃唇釉的效果 我是唇纹比较重的那种人嘛 这个最神奇的就是你把它擦上 大概五分钟左右 你的唇纹80%都可以被填补起来 我真的非常喜欢不是那种假润的唇膏 比如说那个契尔氏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一号唇膏吧 就那个擦上真的感觉什么用都没有 就像一层猪油糊在嘴巴上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擦上你的嘴巴真的是对你的唇纹有所改善的一个唇部护理 后不瓶就讲完了 接下来讲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第一个呢是一个隐形眼镜 就是这个牌子叫REVIA 它的颜色呢叫做Pale Mirage 它呢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隐形眼镜 因为它的直径只有14.1 就是我现在眼睛上戴的也是这一款 那之后呢也不会有什么义务感 就是非常自然的一款美瞳 但是我还买了这款美瞳的另一个颜色 是一个灰色的那个颜色 我忘了色号是什么了 我打在这里 那个颜色我用起来呢就真的很有点像白那张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颜色 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呢有点奇怪 就是这个Waterpick的水牙线 然后是这个家庭妆 就是这个大桶的 因为我不是决定要去带影视美了嘛 然后在前面这两周呢 我就做了一些关于影视美前期的准备 比如说一些洗牙 然后还有补助牙 花了我不少钱 我觉得牙齿护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其实我段段续续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但是只有到我要决定做影视美之后 我才开始很坚持的在使用它 因为真的很多时候我用电动牙刷刷完牙 再用这个冲 有时候还是可以冲出一些什么东西的 所以说就是 嗯 电动牙刷不一定可以把你牙齿刷得很干净 很多人害怕用那种正常的牙线会把你的尺缝变大嘛 然后用水牙线的话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用水的压力来帮你清洁牙齿 然后我推荐的是这个大号的家庭妆 因为它里面配的是这个大的水斗 它基本上可以满足你一次清洁所需要的所有的水 但是如果你买那种网上比较火的便携妆 它里面的水箱呢是不够支持你完成一次清洁的 你就是需要在清洁了一半水运完了又继续去接薪的 要循环好几次你才可以做完一套牙齿的清洁 我来说的话我觉得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就会比较推荐这一款家庭的 然后要推荐的是这个蜡烛 是PF Candle这个牌子 它好像是这个大豆腊做的 就成分比较安全 然后它点起来就是琥珀和麝香的那种味道 真的很好闻 不是那种花香或者是牛奶香 我不太喜欢那种太腻的味道 点完之后你还可以用这个来装刷子什么的 我不太会形容香味但是真的很好闻 我很喜欢这款蜡烛 这就是我这两个月的爱用品 希望你们喜欢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